欢迎大家回到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请不现场我是陈凤馨 台北股市呢 在上个礼拜我大涨了203点 收盘指数17300点 涨幅1.19% 成交金额4542亿元 而OTC更是大涨了3.85点 收盘指数是210.84点 涨幅1.86% 成交金额888.05亿元 好今天在我们现场的是 凤云头顾资深分析师和金晨晨大哥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金晨大哥上个礼拜 我台北股市其实有一点 这个从担忧当中呢 突然展现出乐观之门 那么一个担忧本来是因为 上个礼拜次报大量 哇7000亿 对7000亿的成交 上次贵加起来7000亿的成交量 爆大量收黑 本来是市场最害怕的一种状况 那么第二个是呢 美股在礼拜四的晚上又大跌 那理由是因为呢 美国总统拜登可能会提高资本利得税 就是我们的证券交易所得税 就使得美股大跌 那么所以台北股市 礼拜五的时候开平低 但很快的市场开始在思考说 那可是居然全世界资金还是泛滥呢 如果美国要磕碎 然后使得美股下跌 那资金可能会被从美国挤出来 从美国挤出来之后 资金流到哪里 哇这一想 结果外资果然在上个礼拜 买超100多亿元 所以如何的看待台北股市未来的发展 应该是这样讲 几件事情给大家做报告 第一个我们在礼拜五大跌的时候呢 我们要 你其实面对这个时候呢 也要去周遭去看一下 我把这方式跟大家讲 那因为未来股市一定会 国际股市一定会做震荡 那我只是讲说 好厉害哦 美国人加税加那么多呢 他竟然只有跌一天就刷屎了啦 那我们以前一加税跌19根停板啦 大家记不记得 有些人都不知道 我们两个知道 跌19根停板 一直跌 而且不是跌停跌停 这一路一直跌 跌到19根啦 我的那个朋友还说 多一根给你嘛 所以他赔了20根给他 那所以在这样一个情况之下 第一个我们看到 那一天呢 我们总成交量有7000多亿 就上市上柜 那你那个时候你要很冷静去看 他杀下来是杀了传山谷下来 把杀传山谷涨太多嘛 但是你回过头那一天去看 你看那一天的日本股市大涨 那一天这个韩国股市是涨的 那一天的礼拜四啊 就是我们大跌那一天啊 就爆大量那一天 那个香港股市也是涨 那是我们自己跌啦 别人也没有跌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不用 那么样的紧张 紧张那程度 那只是一种动态平衡之下的 迅速的下降 有人偷跑 啪啪啪就偷跑 因为涨太多了 有些股票是航运股 不要五天五根涨停的 当然他就会有这样的 有人偷跑 那你跑 我也跑 大家跑 就一路跑 所以礼拜四的震荡呢 他比较是传畅 涨多了 大家开始呢 单居高思维 对 而礼拜五看起来呢 他比较幸运的是电子股接棒 对 对对 所以所以来到这里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 美国股市的时候 我看我看一下礼拜五 我也吓一跳 哇你们第一天而已哦 你们这么厉害 所以有的时候呢 我们看到外资 是看说 未来股市景气 会成长不如那么好的预期 但是加税的这种利空 远比那个经济成长力还要大 我觉得加税的利空 美股之所以只反应一天 是因为他们现在预判 以美国参议院50对50 这样子的一个政党结构 这个案子要通过 恐怕是不可能 对 他是这样 他们会觉得没有办法成真 对对对对 那他意图是加税 不管他用什么方法 对 想尽办法 绕一绕还是要加一点 就是第一个 第二个的部分呢 我们做震荡以后呢 他如果加税 就像凤兴小姐讲 那我不能加 我到那个最强的股市去 就是这样 所以他回到这个 这个台股来 那台股来一件事情 我是这样讲 你记不记得我没来的那个礼拜 就是我来礼拜一嘛 后来几天 莫里斯出来讲话 张忠谋 董事长 他讲 你们不要把我们半导体 就是当作 点点点 他有点 有点 他说政府跟社会 要对半导体 要珍惜 对 他意思就是说 他觉得现在大家 可能有一些做法 是不珍惜的 对对对对对 什么都要对的半导体来 税要加半导体 然后加水要加半导体 那什么又 又洗洗两半导体 那又说那个还有好几座山 我们台湾玉山也只有一座啦 其他在盖也没有很多座山嘛 大概他讲的有点是这样 有点像人家那一天 他讲话以后 人家外资很挺他 当天就买了 当天大盘跌的时候 外资就买了台积电了 是吧 那隔天第二天 就是礼拜五他又买 所以基本的部分来讲 这个时候会有点 有一些资金会 有点 稍微有点 小小的 不同的轮动 你就去注意 那再来加上第一季财报要出来 那有一些股票 我们也可以去注意 那加上比特币跌下来 比特币跌下来 其实跟奇亚币 是有比较大的关系啦 奇亚币是什么 奇亚币是新的设计出来 BT设计一家 投资公司设计出来的 一种这个叫做跟比特币一样的货币 加密货币 那他设计出来不一样 所以他把为什么礼拜四礼拜五 又把电子股涨起来 因为他把记忆体类股都给他拉起来了 因为他的设计跟以前不一样 以前挖就是用显卡 你的显卡效率越好又去挖 他不是 他是记忆体的空间越大 记忆体的空间越大 他效率越好 所以你既然空间越大 效率越好 那我就把这个传统硬碟 然后固态一碟 全部都扫光 然后装上去 我的记忆体越大 那我就效率越好 所以这个部分呢 就是比钱多了 就变成是这样 那这个货币呢 他要挂在那个 这个美国的那个 加密货币的交易所 他挂十块钱的时候呢 当天涨五百倍 涨到五千块 所以大家的部分呢 就是有比较多的想象体材 那另外一个呢 把记忆体带起来 记忆体是占权重的 还有IC设计也带起来 你记不记得我在这里 给大家报告过 驱动IC完以后 要涨这个叫做 电链管理IC 我记得在这里讲过一档股票 他也在这里很没给面子 把那两个礼拜 两三个礼拜 那个叫做8261的负点 对不对 那但是从三月份到现在 IC设计涨最多的股票就是他 他涨了68% 那个时候大家 股票怎么会涨呢 那时候四十几块 那到昨天收盘已经86块4了 所以 有的时候我在讲产业的时候 BABY他不会及时就反应 他不会当天 大概产业的方向 不至于差太多 不至于差太多 好像后面大家就就发了这样的一个方式 你看他涨到86块多 我们那时候在这里讲 我记得还四十三四块而已 那他他有盘了 盘了两三个礼拜 最后才才拉上去 叫8261 那个时候我们讲到 他的那个那个 那个IC 这个MOSIFY的部分 那我们在这样的状况之下呢 我今天就把 那个奇亚币 那个因为今天报纸上有写 奇亚币先热淘概念股 的部分 他在记忆体 那既然记忆体的 这个叫做SSD 固态硬碟 或是HDD 就传统硬碟 那这些 如果都被扫光 很简单 你去做一个功课 我本来一直请我的助理赶 那个资料呢 还没有赶出来 但是 我等一下肯定会赶出来给大家 但是我的 我的资料上有 但是我写在草稿纸上面 实在太太 太那个 看不清楚了 那我们等一下会给FB来看 那也就说很重要 就存货最多 所以在我们news98的 这个这个脸书上 可以提供一下 等一下我回去就会赚 这是整理出来是跟 跟记忆体储存空间 因为奇亚币 我刚刚稍微的 这个大家也了解了一下 就是说 他是用时间跟空间 来计算说 你拥有多少币值的 跟这个当初的 虚拟货币 的比特币是用 你的这个工作量 所以大家会把那个热 一直烧烧烧 用很多电量 其实就是因为要用工作量 来证明之后 你可以取得比特币 而奇亚币是用空间量 如果是空间量 记忆体的储存量 就变得很重要 对他的很key point 关键一个两个 一个就是记忆体的量 第二个是记忆体的 这个读的速度 就是两个嘛 两个 那在这个部分来讲 我就很简单这样讲 这样好像都被扫光 那个我们 我那个 那中国大陆 好像所有记忆体 不管是HDD HDD H H HDD 都HD 就传统的硬碟 传统硬碟 另外SSD 就是 现在的固态硬碟 那现在传统硬碟 已经 大概到8 然后固态硬碟 也可以做到 我看固态硬碟可以做到 7.68TB了 所以那个容量 已经差距不了多少 那在这样的时候 都被他扫光了 扫光以后 其实台股 这些受费股 你可能觉得 这很多受费股 你去看一下 他的存量 因为我们财报 只是到去年底 去年底的存货 有多少 因为东西涨价了 存货越多的时候 越受费 这样了解 那存货的时候 当然我把它数字看出来 存货最多的是微钢 但是微钢是68.94亿 但是你不是这样看 要存货除以股本 也就是说 你存货 比如说我们 给微钢为例 微钢是68.94亿 它的股本是24.29亿 所以它的存货股本比 是2.84倍 那其实比它高的 一个叫实钱 实钱存货是23.42亿 它股本是8亿 所以它存货股本比 是2.92亿 其实受贿要看 存货股本比 那因为我就是做这个资料 做一做 那我到时候会把这个资料 来在我们FB上 OK 所以就是用这个记忆体 它的存货量 然后呢 来去推判说 它可能因为这段期间 刚好它的存货量多 然后价格在上涨的时候 它因此可以受贿到 什么样子的程度 对对对对对 因为现在缺货嘛 大家都在抢货 所以你手上如果 如果你手上的 然后又涨价 所以你的存货如果越多 你应该都会收费 所以这我们姑且不去论 是不是奇亚币概念股 对对对对 我们就专门就 记忆体这个价格 在上涨这个趋势来看的话 去找记忆体上涨概念股 而且看谁 受贿最多 这是一个短线的原因而已 还有一个长线的原因 大家都不知道 一个是苹果是不是推了 iPad Polo 对 iPad Polo 它以前的iMac的记忆体 只有586GB 这一次iPad Polo 是直接推到2TB 也就是它的量 已经拉到最高的量 这个量是很高的位置 那它这样的时候 又会把它的 未来的MacBook都会拉高 还有重要的 它为什么要把记忆体的 这个固态硬碟的量把它拉到这个2TB 拉到2TB以后 MacBook一定会拉到 拉更高 然后拉更高以后 未来的iPhone会拉更高 所以这个不是只有奇亚币的概念 奇亚币是短线 其实长线是苹果把它的 记忆体的容量 大家可能你都没注意哦 你去看iPad Polo 已经拉到基本的存量是2TB 所以它以前呢 我看一下好像 我看以前的部分好像只有516 所以大概是推到4倍 对推到4倍 所以现在这种记忆体的那个容量 要越来越大 所有的包括了 其实不是只有这个 这个笔记型电导而已 其实后面那一个影响更大 大概所有的3C 它的记忆体的容量都必须要增加 你看苹果这个动作 我想媒体都没人注意吧 那我特别在这里跟大家讲说 奇亚币是一件事情 奇亚币 这个中国人最喜欢炒这么新 所以我们要稍微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节目现场 欢迎大家回到 酒吧新闻台财经起床 好 节目现场我是陈凤馨 在我们现场的是 凤云头顾资深分析师 和金晨健大哥 也非常欢迎YouTube的朋友们 一起来收看直播 金晨大哥 所以你刚刚提到的 等于是记忆体的存货概念 对 存货概念 然后你去整理的就是 这一些记忆体 因为记忆体价格在上涨 那价格上涨的原因很多 奇亚币其实是小小的短线的 而且不可靠的短线地赛 那是一个火柴把它点上去 对 那其实真正是说 你现在看到所有的3C 然后呢 它的这一个 记忆体的容量都要往上增加 那么同时呢 现在记忆体 总而言之现在是缺货 然后价格是上涨 所以谁的存货越多 你就可以看出来说 它在未来借由这一批存货 赚的可能就越多 所以你刚刚做的那个表里头 那等一下会在我们 News98的这个脸书的官方粉丝团里头 提供给大家 就包括了石权 对不对 石权 威刚 清豪科 广影 宇瞻创建 我大概把这个几个比较热的股票 把它放进来啦 这个就是比较热的 那存货比的时候呢 最低的是创建 其实它存货有31.9亿啊 但是它股本42亿 它存货比是0.74亿 其他大概都一倍以上 那像广影1.09亿 那金豪科 为什么金豪科一直涨 金豪科根本没有底 IC设计 它我我记得没有错的话 礼拜五它收已经150了 那150块了 2.09倍啊 那威刚是2.84倍 一全是2.92倍 大概的部分是这样 那在这里比较低价的就是像 像广影 广影的部分 29块多 广影其实是8016细创最大的股东 细创呢 好像礼拜五也创了 这个波段的新高 所以这个部分你把它连结 这个连结只有有时候做一点功课 我们来 我只能点一下那个方向 就像那时候我来点MOSFI 你点了负顶我相信市场上没有 大概你去投票100个 大概99.9个 不会赞同 我说负顶会涨的啦 那结果 这一个多页下来 它涨最多涨68% 电子股在跌的时候 它才不管你一直涨 那在这样的情况 所以刚刚那个是记忆体 大家可以去看一下 不过也要注意哦 如果记忆体价格开始 价格往下跌的时候 因为现在是上涨 那价格往下跌的话 存货太多的公司就开始 就反向了 就反向了 这就是我们先事先先提醒的 当然现在不是现在是上涨的 对 那所以 在这个部分 我刚刚听这个凤鑫小姐 有讲到铜 对不对 铜价的部分 创了九年半的新高 对 那在这个所谓的 这个原物料里面 铜的走势 其实是市场上 大家看最好的 因为电动车要用很多铜 那他说大概到 到2025年的存货 他大概会缺了820吨 那就是 那就是很大的一个数字 我也不知道这个数字 应该怎么去评估他未来的价格 他就是反不反不往上走 那国内铜纯铜的概念股 就是一铜上水去 我都每次这样讲 第一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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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是礼拜五的时候 最高已经来到五字头了 那后面一个 从高以后 有技术性的拉回 然后铜的另外一个就是线纜 做电线电纜的很多 那在这一档 这里面来讲 有一些 这一些一六字头的公司 都有很多转投资公司 这一些可能年轻的朋友 都已经不太熟悉了 那么这 但这一些电线电纜股呢 其实在工业发展的年代 其实曾经是非常重要的 对对对对 那在这个部分 如果是以这样来讲 那我就提供 因为它股价没有什么 你看看 这个礼拜 它是没什么动的 不是说动 我来这一代 我把它带一档股票 当作例子 例子哦 那你要把它复制 那个方式去复制 叫1608的 1608是 华融 1608的华融 可是华融从四月到现在 涨很多了 他就 他以前都没涨 14块涨到26了 他为什么涨这样 因为他二月单月赚 1块8毛1 你想过吗 想过一家 那个时候应该是十几块的公司 对 一个月赚1块8毛1 当然你会眼睛为之一亮 OK 那他最重要的是持有 他是 他是那一桶最大股东 39% 你去看他财报里面 他有金居 是不是跟桶有关系的 他有7000多张 他有合金 合金涨金本 有4500张 还有瑞顶 瑞顶有2000多 他他储分 他其实那个部分就有储分 一部分 所以他二月份会赚这么多 其实跟他 本业大概 卖掉了一部分的瑞顶的股票 有关 卖了一个瑞顶入账 三月份会再入一笔 这个部分 你就可以去注意一下 把他当 像这种 你要去操作 比较简单 就是他平 他是要平台整理 那个低点当做停顺点 你要叫他回到过去 不太可能 就像你中钢时候 请你回到15块给我买 也不太可能了 那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这个时候就是 像这种股票叫设定 停顺停利点 那就停顺点就是 平 就是他本来 他现在在平台整理的 那个低点当做 停 这个停顺点 那再来就注意一下财报 第一季财报好的股票 其实在旁边上 慢慢慢慢会是热起来 就像我们上位来讲 MOSIFE的时候 在之前我们讲了 负顶 后面我们讲的节利 对不对 我们节利说交易所要办法说 后来交易所办完法说 节利就涨了大概四五十块钱 所以你把这个抓住 抓住这样的一个讯息 然后再加上 美国有超级财报州 我们也是 我们是 也是超级的法说会 台股有法说会 比如说像今天就一大堆了 这个礼拜一大堆要法说会 像二十八号是联电嘛 然后联花科嘛 二十九号是友达 那这一些你就法说会的部分 去注意一下 他财报的数据 来可以稍微去留意一下下 好 这个呢 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几个 涨价的原物料的带动的相关个股 从记忆体 然后一直到铜 对不对 然后接着我们还提醒一下 就是说 其实在操作这一些看好的公司 你也不能说你百分之百 就一路就是要跟上去 你要设好它的停存点 因为像 就像我刚刚要特别提醒的 就像华融这一家公司 它已经涨了有百分之八十了 对 八成了 过去这一个月的时间涨这么多 那如果你要追高其他的风险 就变得非常非常大 对 所以你就自己要设定好 你如果像有一些股票强势股 你一定要设定好那个停 停损点 就像中刚一样 谁都想象不到中刚会冲到四字头 谁都不会想象得到 这一个航运类股会涨到八字头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 你任何一个操作 现在的股票其实越强的股票越会涨 但是你要把那个低点 比如说盘整 比如说我们这样子 盘整盘整 这是低点 这个低点就不能跌破 跌破它就不是往上攻的一个强势的股票 那因为上个礼拜呢 礼拜五开始呢 传统产业开始有了整理 然后电子股也开始有了表现 那么又要开始变色了吗 又传产又要开始休息 然后换成电子了吗 还是两边都还是OK的呢 电子股的这个部分呢 其实你有看到资金进来 电子股会把它引动起来 其实传产股比较多的是来自于本土的资金 对 那电子股如果他要把它引动起来 你一定会看到外资的点火 外资的买超才能把电子股推上去 因为电子股有很多都是很重型的股票 除非是IC设计的这些小型股以外 那IC设计就看我们的投信 这个IC设计呢 中价IC设计看投信 然后这个半导体股看外资 然后这一个业内的这一些原物料的 这一些相关的股票 像今天媒体不是还有报导之类的 那一些就看本土的资金 基本的部分 所以你是说用观察 这个大户的资金动态来决定 首先第一个是在这个电子的部分 如果外资持续买入 就像我们之前说的 这个美国如果要科夫人税 美国如果要把资本利得税 从20%提高到39.6% 也许资金会往亚洲流 那这个时候呢 其实外资源源不绝的资金 对于电子股是有很强大的推升力量 对 是的 那这个时候就包括了台积电为首的 半导体类股其实都是OK的 对 那如果是传产的话 那就要去看投信的动态 传产的话其实要看主力的动态 主力我们主力动态怎么看 其实我们有 我们的分析软体里面有主力的进出 有这一个叫主力的进出 你去看 那如果因为有一部分传产 比如说有一部分的传产是 是投信买的 那你也可以注意投信 比如说这一次航运股起来的时候 是投信买 比如说这一次联电涨起来 是投信买的 那你这个部分就去把投信 因为现在的状况就投信跟业内 其实有很多股票是有相吻合的 我们不能讲配合 我们讲相吻合 相吻合的 那如果投信先跑 那你也跑了 那投信买了 那你就投信 我都不断的讲 因为我们台湾的资料上面没有假投信 所以投信买第一天的时候 你可以进去 把那个低点当做停损点 maybe其实投信很会追高 那个投信的买股票 你看 你也会开口 这么高了还在买 对投信也会有这样的状况 你不能说百分之百 也就是说股票 在市场里面 其实我们一般的投资朋友 都想用高低来看 其实股票只有涨跟跌 没有高低 低还有跌啊 高还有更高 所以基本上来讲 就要用趋势 市 其实今年的股票市场 讲求的是一个气势的市 那他如果是一个盘整 突破上去 就那个下源当停损 大概都是这样 外资投信 投信也是这样 业内都是这样 那外资就不是这样 外资就一直买 一直买 一直买 所以如果是传产的话呢 你回头呢 去把那一个 就当初呢 在传产动的时候呢 常常买进的那些券商 然后找出来 然后看最近那些券商呢 他是买的多还是买的多 现在不是券商买的 而是人家在券商那边进出 那是主力的动态 还有现在有个指标给大家 一个叫做千张大户 或是800张大户 就千张大户的动向 这个动向就可以作为指标了 非常谢谢何金城健大户 非常谢谢大家 收听收看休息一下 等一下马上回来 谢谢大家 请这么个人 感谢观看